我才知道说原来所有的关系 你要能够走到一个比较深度的 比较高品质的关系 它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 那问一下Kevin哥 Kevin哥觉得什么样是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我之前应该有打过比方 就是当我们两个不同的人 我们想要靠近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像是两只刺猬 抱得越近就伤害彼此越深 对 所以就会很痛 所以通常大部分我们 第一次痛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有什么反应 痛的时候 弹开 就弹开了嘛 就想要逃了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关系 大概在第一次的冲突之后就不见了 可是你为什么会想要跟对方 你已经痛过 你还想要跟对方再靠近一次 他有某些东西吸引我 对 其实是你有想要跟他更close 你想要跟他更靠近 对 可是你有之前的经验呢 所以你就会想要 想要去跟他去理解彼此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的一些差异跟冲突 所以当人际关系要靠得越近 要能够好像要跨过那个 也许是你的界限或他的界限的时候 觉得会经过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 对啊 所以凯文哥的就是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一定要经历这么多就是刻苦的部分 我觉得我把那个最难的走过了之后 我觉得在走一般的人际关系相对就简单多了 就是你自己先清楚哪些关系是你想要进一步的 对那你就带着一个说 我知道当我想要跟他靠近一点的时候 我们要跨那条界限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多一点的机会 我们要能够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磨合 他绝对不会是说一下就直接到达那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高品质的关系 他是需要刻意经营的 而且是要两个人 不是只有你单方面的 因为你想这样对方不愿意 那通常是没有办法的